柯文哲的庙口开讲到中正万华 那以武党籍参选的这个立委参选人 于美人呢 他直接就说 我有一个梦 梦境中看到蓝白河 画面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坐下来一起喝咖啡 那当时柯文哲在旁边 他听完于美人说完之后 他没有回应啦 他就是他的这个习惯性动作 就是抓头这样 好 于美人说我有一个梦 梦是蓝白河 结果尤云龙 尤老师直接说 蓝白河是一场春梦 因为气宝大战即将提前开打 那亮哥当然就说 如果要气宝一定气不干净啊 大家洗洗碎啊 都不用选了嘛 就到此为止了 但我要请教亮哥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线上民调 有一个选项 就是也有人投票 大概是目前算是第二多 第一多都是认为说 是因为这个国民党不比民调 那么第二个很多人选呢 说因为时候未到啦 那很多人把这个时间点压在 可能十月底或是 十一月初那两个礼拜 登记前那两个礼拜的最后关头 那亮哥怎么看 对 蓝白河 到底悲观还是恶观 我这个是假设到那个时候 双方大概经过两次就成了啦 我认为拖到那个时候 大概也没气了啦 哦 是哦 这个国民党不要高估自己 因为以我对民众的了解 大家对这件事情要拖到月底 是感到难以想象的 你怎么知道一次就谈定啊 对 而且以你的想法那么复杂 还有一大堆什么政见啊 路线啊 那还要对方承诺不搞台独啊 不是吗 一大堆咧 搞不好柯文哲还问你 什么叫台独呢 你要不要定义一下 是 对不对 因为对老共来讲 事实上台湾 大部分的政党都是台独啊 所以我说你要扯这些啊 就扯没完啦 那一次就会谈定嘛 我高度怀疑啦 那 11月20号到时候你就只有20天 谈判啊 因为我在学校教谈判 谈判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逼在时间底线 那最后你就逼着要做出结论 那结果做出来的结论往往就是不完整 不圆满的啦 然后就让很多人遗憾这样 你明明还有很多时间 那为什么不先见面 知道我 因为我不认为他们一次就可以谈定啊 所以你应该是说 我们就边谈边走嘛 可是最早你要开始见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尽快见面是好事啦 那尽快见面 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 不要公开讨论 也OK啊 对啊 对嘛 搞不好他们认为我们私下谈 那心里有一个默契嘛 那你公开讨论就乱了嘛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话啊 对不对 那有一些就会把他的焦虑啊气氛啊 都都显现在他的谈话里面嘛 那就更严重了 对不对 我觉得国民党要从一个大局思考啦 你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搞定 你不要以为只有总统落选 是 我讲白了啦 你总统合不了 两个人都不会当选啦 那金德就差不多宣布当选了啦 如果造成两个党的不合 你的立委也会落选 小鸡也会受伤的 本来就是啊 因为民众党在很多选区都没有提名嘛 对 那你怎么知道民众党的选民会出来投票 对不对 如果情绪都不好 那他们可能就不投啦 或者有一些就直接投给潜绿啊 这可能性都存在的啊 所以你要不要从整个大盘来看嘛 像我跟华洋明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华洋明是对总统整个很悲观啦 那我就说那至少不要波及到立委吧 那不要波及到立委就是 你至少要见个面吧 或者是开始酝酿 因为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开始见面 那这个时候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那至少可以开始谈一些说互相站台的问题啊 尤其是国民党啊 因为坦白讲区域立委 民众党当选的几率不高啊 国民党是很有机会超过45席耶 你不需要柯文哲站台吗 我的意思是说 朱立伦跟侯友宜你们要不要帮立委想一想 他们需不需要柯文哲站台 我说立委啦 我坦白讲 你没有整合好郭台平你也不一定会当选啦 忙什么 忙一大堆 可是我觉得立委很实在啊 对 对不对 对 立委就是很多地方 当柯文哲真的没有提名嘛 那没有提名是不是要开始让大家来站台 造势 那你也许怕说 那个民调日之前不能让他来站台啊 不然也帮柯文哲造了势 对不对 可是 这样的一种默契要出来啊 就是即使我们总统没有合 那立委可不可以合 或者是立法院 至少多数联盟我们可以组得起来啊 至少可以先谈这个吧 对不对 我是觉得 至少你可以谈可以先走的题目嘛 对 而且因为柯文哲一直在抛东西啊 他今天又抛出一系列的国政政策啦 对不对 联合内阁啊 什么的 内阁制啊 这些 那我不知道耶 国民党也没特别的回应 那个谈也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要四分之三才能修宪嘛 那民进党到时候不会理你 所以讲那个都多讲的啦 像华山山还写一个 2024年选举的革命就是什么 内阁制革命 那就是自己讲一讲的啦 这种议题啊 马英九也讲过 蔡英文也讲过啊 到现在哪有内阁制 这种话事实上都很虚啦 所以我就说 只有一个是实在的啦 就是你们要不要让民进党下架啊 那如果你们总统 暂时谈不出来 那可不可以先谈立委啊 这个我认为 如果因为这样造成两党的情绪啊 然后让这个负面情绪 影响到国民党的立委选举啊 那就是最大的罪过啊 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是很有机会选择好的 那很多人可能领先幅度 非常非常低啊 或者是你大概本来落后民进党 我认为只要落后民进党5%以内的 都会因为民众党的站台而当选 你这个至少要把握住吧 我觉得如果 连这个党主席都没想到 那你这个党主席也是白干的啦 我说实在啦 这个你每天都在想自己的位置吗 在想国民党执政吗 那你怎么不去想立法院 要选的比民进党好呢 你为什么不想这个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反正我们就是看啊 我们是 我是主张他们及早见面 那至于会不会有立即的结论 不知道 可是 你总要先见面 越早见面 对情势的稳定越好 距离总统大选 今天倒数96天 已经都破百了嘛 我们看到在今天 来自对岸 中国大陆商务部的一个最新讯息 因为我们本来等的是10月12号 就在星期四这一天 这个是针对台湾的贸易壁壁 调查结果要出来 结果就在两天前 中国商务部宣布 说再延长三个月 原因只有一句话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 决定将调查期限延长三个月 延长到什么时候呢 2024年 就明年1月12号 总统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 好在这边我先请教亮哥 为什么突然做了这样的一个紧急宣布 那是因为中国大陆很担心 会被戒选吗 避免在选前90几天的时候 到时候公布结果 然后被绿营操作一波 对他本来有两波嘛 本来10月12要公布第一波 那1月12再公布最后 通常都是这样 就我先公布 然后你有不同的意见 你相关的同业工会就来反映嘛 这是正常的贸易程序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说 我一次定降三 对 因为一定民进党一定会说 这个就是破坏嘛 介入大选嘛 迫害啦等等啦 那那个抗中保台议题又出笼了这样 他大概是想到这个复杂化了 所以最后就 我觉得他自己是没有直接讲 可是他就说因为有一些复杂的考虑 那当然就是你都猜中了嘛 所以 那可是1月12号有比较好吗 1月12号还没投票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就一翻两瞪眼 不过三个月 三个月可以操作很多事 对不对 一天不容易啦 不容易啦 那这个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这样的考虑 不然这个真的就是比较 正常的报易程序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个伏笔啦 所以说1月12号我公布对不对 那你都不让人家有 这个叫复杂的 这个要求 搞不好他也留了这个伏笔啦 嗯 就说1月13号看谁当选吧 对 那再来谈吧 对 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啦 可是他不能讲 他不能讲 因为他如果这样讲 那民进党又拿去了 所以你看 就是介入选举 所以 所以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就你讲的完全正确 好亮哥那接下来这三个月 经济部长王美花就暂时 safe了 安全了是不是 反正赖清德即使当选 也不会冤王美花啦 所以他本来任期就是做到520 本来就是如此 嗯 这个问题我坦白说 任何人来当经济部长 都没有准备好了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 你已经 对人家做贸易 歧视 鸡飞 城市 已经长达二十几年了 对 对不对 你WTO 参加二十几年了 那你都没有处理啊 比如说我刚刚在吃 我刚刚午餐吃一颗富士苹果 我为什么买不到中国苹果 这么多国家的苹果都进来了 就中国苹果你买不到啊 这个没有任何理由啊 你可以用检疫当理由啊 对 可是你没有啊 你就直接把人家禁了啊 所以这个 这个坦白讲 我就 我一直讲过啦 就是 下一任当选的总统啊 那 2024到2028是很 很艰苦的四年啊 你缺电 对不对 还有碰到这种贸易壁垒调查 然后你还要搞那个排碳 对 西游变迁那个 那都会造成通膨的嘛 对不对 那还有武统 2027人家就准备好了 所以方方面面啊 坦白讲 下一任总统真的很不好做啦 所以 一定要 有能力整合各种力量 所以 光是蓝白盒就是考验你的领导力啦 说实在话 刚刚点到了 朱立伦邀请韩国瑜担任国民党的副主席 这件事韩半有回应 主要朱立伦说 之前就邀请了 希望能够协助2024大选 所以今天 他将跟韩国瑜见面讨论 辅选事务 至于韩国瑜会不会答应接任副主席呢 朱立伦说尊重韩市长的回答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韩半呢 在今天早上发出声明 强调有关邀请韩国瑜担任副主席的说法 以及和朱立伦会面的相关讯息 并非是他们对外发出的 韩半目前没有多余的评论 韩国瑜本人则强调 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或者说用LINE的询问 韩国瑜是说 第一个 对于朱立伦邀他担任副主席 他说现在不适合谈太多 等碰完面再跟大家报告 所以他下午会碰面 次会碰面 对那碰完面再说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昨天的这个照片 这个合照的内容 他还是强调说 细节他都没有说 他说强调彼此有互信 那非律必须团结合作 才能撑起人民的期待 那我相信 今天如果任何一个合作 过去联宋 很多人都喜欢拿20年前 这个2004年的联宋和 来去做对比 但是他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也就是 当时宋楚瑜 为什么愿意成就大局的 关键在于 宋楚瑜是国民党出身 而且在国民党待了这么久 那他怎么样都会希望说 尤其那个时候扁政府上任 有很多 让这个蓝军看不下去的作为 他就是那是一种成就 我希望 那个国民党能够继续执政的心情 即便他那时候是亲民党主义 他觉得我们蓝军 就是蓝军他是一国的 而现在蓝白合作本质上的 最大的障碍就是 两个不是同源 对 根本颜色就不一样 对好 那如果今天不是 在同一个这个阵营里面 要谈合作 有没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不是没可能 柯文哲过去 他说他是末绿的时候 他跟这个民进党合作 对 那一次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那个时候国民党都认为 在台北国民党不可能输 对 没想到 没想到 对 那时候国民党都没想到 可是民进党愿意让五党籍的柯文哲选 去支持的时候 柯文哲赢了 赢了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 台湾 其实台湾的政治版图 从2014年以后 到现在 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转变 什么转变呢 很多 我最近在 在看一份 那个 因为有一个这个图表 是之前 媒体做的这个图表 那他其实是 这个 2020年的 中选会委托 很多一个学者去做 2020年的 因为你去领票 每一个人 其实你都留下记录 所以呢 其实投票到底 几岁到几岁 有多少人投票 那个都有留下记录的 2016年跟2020年 很明显的就是 40岁以下投票率增加 平均增加两成 是非常多的 对 这个 很多人都说 年轻人不投票 很抱歉 2020年那次大选 年轻人投票率平均七成 很高 七成 整体的投票率平均 是将近八成 但是年轻人就占了七成 当这一群年轻人 出来投票的时候 他们往哪一边走 会让哪一边 大 就是说那个胜算更大 好 所以现在柯文哲 他是一个 能够掌握年轻人 他认为 这个就是为什么 民众党里面 有大量的人认为说 柯文哲就选到底 他们想要透过这一群 你平常可能甚至 连民调都不见得调查得到 可以在最后有这个突袭的效果 当然我不认为 他们这样的思维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群众 那个是一个 那个叫 这样的一个斜线 就是20到29最高 然后一路往下 到了这个70岁以上 只剩不到5% 不到5% 真的70岁以上 每份民调都各位数 60岁以上各位数 70岁以上变不到5% 所以是一个非常这样子的 而侯友宜是一个这样子的 是一个这样子的 是不是两个完全互补 两个叫做矛盾 支持群众的组成是矛盾的 是不同的 好 可是如果合作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就合起来了 能够有一个合作的 就是说能够极大化 那我认为在野阵营 确实有赢的可能 可是 现在要谈这些 技术性的问题 都还很多 比如说最近 我听到一个 民进党的朋友 他想说 他们期待 因为他们会预设 一个蓝白盒 最近很多媒体都有在讲 民进党已经准备好 因应蓝白盒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期待的就是 侯友宜当政的 而且由国民党 主导蓝白盒 为什么 因为呢 接下来 所有的议题 都变蓝绿对决 他要让柯文哲 边缘化 就因为你合作了嘛 你的主体是国民党 你的总统候选人 是侯友宜 接下来后面 就全部操作 蓝营就是亲中 就是卖台 对他们来说比较好打 马文君这个案子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而且呢 为什么他要打这个 是主打的用意 不是针对国民党 是针对民众党 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要把这群人打跑 对 让你的蓝白盒极小化 他们已经想 我跟大家讲 这是民进党 已经想好的战法了 所以你们这个 如果今天来在野阵营 还在谈蓝白盒的时候 没有把对手的战略 想清楚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即便合作 都可能还是 这个最后即便是 这个在野跟执政者的对决 最后还是有可能 会功亏一篑 嗯 这个都要思考进去哦 这个是民进党朋友 不止一个 私下都跟我们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侯友宜 嗯 目标就是侯友宜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 重点不是侯友宜 强不强 重点是 国民党的招牌 民进党太喜欢国民党了 对民进党来说 我觉得 他们就觉得 只要有国民党在 怎么样都可以贴上卖台 亲共 亲中 这种标签 他们要用这个标签 再一次的把 这个所有的在野阵营 瓦解 并且分裂 现在侯友宜阵营 这边说我们要派出 这个二对二沟通 那这边派两个 对方派两个 那这边呢 刚刚波基讲的就是 黄金组合 就是 黄建廷和金小刀 好 那这个部分 呃 其实民众党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警咬的 先比民调 一切再来谈 好 陈志涵发言人说 侯友宜提出 国民党和民众党各派两人坐下来谈这个磋商 蓝白合作 侯友宜指出 将由金浦聪与黄建廷作为代表 但是 柯文哲已经清楚表达 现阶段第三方公正民调 就是能够体现民意的整合方式 所以 在这个前提要先确认 再来谈见面 是比较好的安排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怎么回应 他说一直都有跟柯文哲保持沟通 希望民众党派出最高层级 大家互相协调 什么议题都能谈 好 不管共同理念到民众党关心的民调 或是其他怎样整合的都可以谈 好 所以意思是说 不止民调或是整合 通通都可以谈 好 不过说到这边 其实根据我们掌握的内幕消息 侯友宜 柯文哲已经见过面了 已经两人见过面了 不止一次 历史哥 所以我就说 侯友宜要先勇敢一回 这事情才会有突破嘛 朱立伦你就在等 不过我这边还是要先公开的 就讲错了 我们要致歉 我们对朱主席还有刚才说的观众朋友 致个歉 因为这个 真的我是没翻的 我刚才还努力再翻了三五分 以后我会开小帐去确认一下 真的很抱歉 好 但是我刚才分析并没有完全的错误 我顺着这刚才脉络 首先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科班那么坚持 唯一的底气 刚才郑老师又提到一个关键 这个国民党交代业大 那国民党里面很多人 今天谁弹劾 那我就问 那这个人如果做得负了 请问国民党 其他的人他怎么接受 这个我也普遍的 大概去问了一轮 基本上很多国民党的 包括立法委员 私底下都讲 有可能国民党当负的吗 当然这个心态一定要转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想要改变 刚才博主讲的关键 你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是 越来越高 什么 随着年纪变高 那民众党跟你相反 你没有未来性 你不改变心态 你的未来在哪里 这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到了一个王朝的末年的时候 这个疑老疑少们 依然会继续做梦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未来了 或者是说 他觉得他没有未来 但他想赌看看 这个就是现在国民党的关键 因为他不知道 所谓的蓝白 看起来选民是互补的 但加在一起是互加 还是互减 还是互害呢 会不会再加完之后呢 老的也不投票 年轻的也不投票 会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才是今天 什么叫蓝白盒的关键 那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 历史哥我直接 先插播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这边说 派出两个人是 是黄珊珊和周虞修跟国民党谈 好 派出来就表示有机会 是啊 但柯文哲够狠 派黄珊 这个我们要套一句 就是说他派硬的出来 我们这边是刀 金小刀 侯柳怡这边 我要补充一下 周虞修本来是民进党 对 然后黄珊珊 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 就是找两个跟国民党 从来没有源源的人来谈 所以柯文哲的这个 谈判的这个姿态是很硬的 这个名单一开出来就知道 底线不会放 那不过我也必须说啦 朱立伦还是有两把刷子 他这样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他到现在还是没有答应民调 但是 他有说啦 民调和怎么样整合都可以谈 都可以谈 但问题没有答应 可是没有答应 但是民调也在里面 因为陈志安踩的很硬 陈志安说就清楚表达 先民调再来谈 对 但是你看其实他还是没有答应民调 不过柯文哲还是派人出来的 我觉得柯文哲是很通透的一个人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继续这样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大家通通都 玩死啊 玩死 没有可以讨论的内容嘛 你看我们最近每天节目在聊什么 要嘛聊民调 要嘛谈整合 有人在谈政见了吗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谈一下 我知道中间很努力 其实我们都很努力 我相信大家都在做节目都很努力 想谈政见 可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说实在收视率就是有差 因为这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对 你就没有办法谈内容嘛 你跟我谈那么多政见 我屁用啊 现在到底谁要来处理这个 没有办法谈 而且这个对谁最伤 这个对于柯文哲最伤 因为柯文哲就是要 必须要靠不断的讨论政见 才有办法去聚拢他的一个人气 因为年轻人为什么不要蓝标率 因为失望了嘛 失望什么 失望说你们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说今天柯文哲要谈政见 那他要赶快谈政见 否则真的就真的玩到 一路玩到挂了 所以他必须赶快摆脱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柯文哲是很通透的 他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有点被朱立伦这样吃了豆腐 那朱立伦我看也是看准这个 但是民众党唯一的底气是什么 就是我柯文哲民调就是在野最高 他的底气就是这个 那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前提下去的话 你不承认这块筹码的话 那柯文哲一定做小事 因为你比党组织 比这个 比他家的家底 比各县市的执政 你怎么你拿来的筹码 还有甚至比区域立伦 你也提不出来 这现在的关键在这里 所以我想这个还有的磋商 接下来怎么发展 我们不知道 好那第二个我要来讲一下 就我还是要希望朱主席 要再积极一点 我随便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这个清朝末年 其实曾经有一个自救运动 叫立宪运动 那最后为什么挂掉呢 因为当时的摄政王叫窄峰 窄峰呢 不管他是假系真作 真系假作 随便到最后 他就是被烂口推着往前走 他最后听到 他最后感受到的是什么 他觉得呢 不立宪则大清王 立宪则保大清 可是他搞错一件事情 就是他以为只要立宪 大清就活下来 可是当时的立宪派要什么 他不是要保大清啊 他是要保中国啊 因为当时立宪派觉得说 一旦革命中国就完蛋 因为会分崩离析 会像梁启超讲 会动乱一甲子 果然真的被他料中 因为中国大会一直乱到 1970年代嘛 刚好一甲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 最后清朝为什么秘亡 因为他推出一个皇族内阁 也就是说今天 朱立伦讨论这个蓝白盒 他的目标 是要拯救朱立伦自己 拯救国民党自己 还是他要救这个中华民国 要救这个台湾的未来 你要先搞清楚这个目标 那柯文哲谈这个 韩国瑜谈这个 侯尔谈这个 到底谁比较真诚 甚至郭台铭谈这个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真诚一定都有私心 但是要了解一个前提 覆巢之下其有完软 如果你们今天所合的 如果目标 还是为了保自己 大于一个要保台湾的未来 保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话 那你那个私心 就会导致这场终究破局嘛 就会变成什么 刚才波及讲一个词 我觉得非常好 叫做不谋而合嘛 什么叫不谋 就是我们有共谋嘛 那共谋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台湾的未来好 就像韩国瑜写的那个脸书 我刚才分享的 他要的是台湾比较有战争 沈富雄呢 他认为朱立伦主席 现在是有急迫感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到月底前 侯友宜的民调 一定要拉上来 那现在怎么力挽狂澜 这么糟糕的局面 挽救回来呢 当然就要派上 用上韩国瑜 让他不得不快马加鞭 给韩国瑜一个位置 来赋予重任 但目前来看 韩国瑜没有点头 那有很多人 包括韩团队内部 都会觉得说 那你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副主席 感觉没意思 还要分担这个选战成败的责任 好 不过回过头来说到 在今天这个选战最新 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了 这个世界城市发展交流协会的 理事长是前民众长秘书长 谢立功 他今天发布的一个 2024总统的最新民调 三角都四角都 当然赖清德支持度 还是排名第一 但是呢 他里面有一题是组合题 如果是这个科猴配 对上赖销配 科猴配呢 是49.8% 将近50 算是很少了吧 那就赢过了赖销配的38 那你说如果是猴科配呢 没有赢那么多 但也赢 猴科配是46.4% 赢过了赖销配40.2% 好大家都知道啊 柯猴会赢啊 但是问题是就像柯文哲讲的 他前两天在庙口开奖的时候提到 他说那蓝白盒的问题 你总算要总是要有个比赛规则嘛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 侯友宜还有讲啦 他说目前这个侯办这边 党部还有柯文哲办公室 早上都已经联系上了 接下来会坐下来一起谈 议题都开放 我不认为 你冷笑医生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样的谈会有谈出什么结果 对为什么不本人自己来啊 不要期待 不要期待过高 真的不要期待过高 他是我们重要干部 未来两个礼拜都不要期待过高 一直到11月24号前 我真的觉得蓝白盒不是我唱衰蓝白盒 是不要期待过高 不要过度乐观 审慎 戒胜恐惧 当然能够合是最好 因为刚刚其实两位来宾都 委员和亮哥都讲了很多 说派出了黄金组合 对上了这个三修阵容 那一个三一个修啊 我不是说删除了三修感觉修 是他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 三修三修 然后一个是黄建廷跟金浦冲 所以这双方对阵 感觉好像去失去要比赛 好像是要那个PK那种感觉 不像是要谈判 所以你说幕僚的接触 还不如当事人 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 直接面对面 加一个朱立伦 三个人就好了嘛 这三个人才有决定全力拍板 然后回去各自对国民党民众党 他们的党内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 包括民众党还有自己的中职会 那国民党还有中常会 做一个说明报告 然后就这样一个 我觉得你做一个幕僚的接触 你顶多可以约时间 下个礼拜可不可以 11月1号还是10月25号 还是10月31号 农民节的时候 来来来好好谈清楚 然后细节 那些牵涉到里面的很多的 所谓的一个是三个层面六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七大政治改革 这四个人能决定吗 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样子一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谈能够谈得出什么东西 所以蓝白河如果说 照柯B现在的状况 因为他也是最近一直在抛议题 这个柯文哲进办的发言人 也在今天有最新的说法 柯正宁希望双方幕僚作业 用公开透明的方式 但至今没有获得国民党的回复 那他们希望一周之内 可以把时间还有地点定下来 那说一周之内没有呢 是不是就不用定了 所以他说一周之内 你要说看起来像下最后通叠 意思是说可能也是赶快的意思 看起来像下最后通叠 又像赶快 又看起来如果一个礼拜以后不用呢 所以双方看起来都很急 那双方都好像 其实我觉得柯B前两天讲的话 比较务实 比较贴切 怎么说务实 就是说他说啊 因为那天参加国庆完之后 他后来记者会记者就问他 他就认为说国民党的 是不是想要等到11月的时候 小姬姬姬都民调上来的时候 想要这样拖拖拉拉 没什么好拖的啦 蓝牌合就会变成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讲到蓝白拖 就是这样拖拖拉拉 的确我一直讲说柯B也真聪明 他可能算到了国民党 或者是这边的想法 国民党里面本来就是当时在 9月10月的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节目中讲过 也有他们的想法说 希望能够让彼此自己在民调 各冲一回合 让子弹继续飞 可是柯文哲跟民众党 因为对自己和这个民众党 对柯文哲非常有信心 他们认为他们民调是稳赢的 不要说以前认为说 民调出现拐点之前 柯文哲要下滑之前 然后赶快办个民调 现在他们认为说 民调应该不会这样下滑 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能搞不好柯文哲又可以跟侯友宜拉开 所以他们对柯文哲 对自己民众党对柯文哲 也很有信心 所以他认为速战速决 民调要就赶快 所以才会像有学者就讲说 造成侯友宜阵营跟这个国民党 会很尴尬 第一个你不敢直球对决 第二个到时候蓝白河不成 这个帽子是不是在国民党 跟侯正义的身上 才会变得很尴尬这样 所以当然侯友宜也提出来 二对二的这样一个平台 政党的这个平台去回应 因为毕竟他不是 他在政党里面没有任何的职务 他只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可是呢 这牵涉到以后的这个两党 刚刚其实委员他们 毕竟都当过立法委员都知道 以后的立委盘谁来雇 国民党的小鸡跟民众党的小鸡 各自谁来雇 以目前的状况 民众党提名大概10席 了不起10席上下 国民党提了五六十席 那这些状况 那他们现在看板 全部都是跟这个侯友宜挂在一起 那假如要换人 或者是要改 我例如说换人的时候 蓝白真的合作的话 这些都是牵涉到很复杂的层面 那谁去辅选 谁去帮忙 包括今天战斗兰 韩国瑜也出席战斗兰记者会 赵超康先生 大家都有自知识 一起想要来帮这个 这个蓝营的立委 把他整个拉抬起来 可是问题是蓝白和以后 这些怎么做 还不是说哪一个选区 谁有提名 谁没提名 你那个都是小事 那都自为末节 浮选的问题 还有你怎么去帮忙拉抬 然后彼此之间的党的奋计 是不是要讲清楚 那更何况 讲到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 这个可能 稍微可能朱立伦也好 或者是侯伴 或者是蓝营这边跟民政党 好像目前都有那种共识 希望赋予将来政治的体制 包括内阁制 往内阁制多改一些 多倾斜一些 好像这个方面的共识还比较清楚 可是这中间要衍生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才讲说 如果蓝白真的不能合 不要到最后变成蓝白痘 都会很难看 蓝白痘 民众会更生气 然后蓝白几乎也都拿不到票 拿到的只有各自讨厌国民党 然后喜欢柯P跟民众党的 始终的铁粉 柯粉 然后跟国民党这边的 然后也支持 始终支持国民党的 然后不会喜欢柯P或民众党的 也讨厌他们的 那各自就是形成一种拉锯 那各自拉锯掉了之后呢 你根本蓝白就变成 好像在大吹够 现在在累积相骂本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 就算这二对二 黄金对上余三 这个三休 黄金对上三休 没有办法做一个 完整的弹出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时间地点 都没办法简单的约的话 我觉得时间地点就很简单 今天电话或是LINE一下 公共哪几个时间点 礼拜六礼拜天你可不可以 要见面那些都不是问题 对啊 真的不行 约在中天 约在电视台都可以 然后看怎么样 我觉得是双方 要不要把那个时间 瞧出来而已 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瞧 或者是没办法 跨出那一步的话 今天虽然很多的媒体都说 藍白河跨出新了一步 两边已经接触了 所以双方已经联系上了 我觉得好像比地球 跟到月球的距离还远 双方的联系居然要好几天 很慢 当然啦 柯文哲的手机 我不知道他买新了没有 因为他掉手机了 那可是很奇怪 他可以跟韩国瑜一起合照 然后可以跟韩国瑜 彻月长谈一个两个小时 然后可是在这个 韩蓝白河的联系上 侯振营跟蓝营跟这个 本身要跟柯文哲联络 就中间多了那么多的这个阻碍 所以我才说 双方的开诚布公 跟双方的心胸 还有彼此把那个结放下来的没有 否则如果只是一直在高来高去 不但以后合不成 不要变成相骂 不要变成两边这样撕破脸开撕 那会让这个到时候在野党 非绿阵营的选情会更难看 的确我也附和刚刚两位委员讲的 说会影响到立委的选情 会让民众说 总统大选我就不投了 因为如果你们都要选 三个人都要选 或四组都要选的话 那反正都是赖清德当选 票高票低跟我感觉没差 民进党投票率有一下降 他们现在也在担心 那变成 现在可是民进党立委 应该还是会OK 但国民党立委呢 国民党立委毕竟提名的 比民众党还多 而国民党立委当然也有一些 现任立委他有服务的优势 他本身 我也看过一些个别的 蓝营的立委民调 目前为止 有蓝营跟民众党同时参选 或者蓝营跟这个蓝绿PK的 两种的我都看过 目前几乎我看到了 我看了五个还六个的 这个立委的民调 都是蓝营的领先 领先的都有的都不少 但也有的是还OK 所以但是这个状况趋势 会不会被扭转 就很难讲了 民众会不会觉得说 我不想投票影响到这些 本来会投给蓝营立委的选情 然后这个数字也往下降 这才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关于这个组合搭配的部分 侯科或是科猴 那侯科 这个组合 可以完全碾压赖清德 赖销配 49.8% 几乎是一半了 将近50 那你说那如果说 这是科猴 那侯科呢 侯科也赢 侯科对上了赖销 是46.4 赢过了赖销的40.2 不管怎么样 侯科科猴 都会赢 但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 再回过头来 其实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 点出了人民的心声 请导播再给我们赢 蓝白和人民重要 还是党力重要 蓝白再多 会葬送台湾未来 好 里面特别点出了 蓝白协商合作 竞选总统政者 要不要释出主格权给地方呢 如何扫除民选皇帝制 恢复立法院的制衡 机制与独立的司法监察权呢 好 这都当然需要智慧妥协和决心 不切实际 光想靠行销造势 一把赌大权拿固不可取 但强装老大 看不清现实和时事 妄想以托待变 更是败王之源 说穿了国民党 早已非什么泱泱大党 民众党也只是个人一人党 再这样子装神弄鬼眼高手低的脱混下去 只有大家一起陪葬完蛋 所以到底是人民重要 还是国民党民众党的利益重要 政客老是挂在嘴上的民意 将会做出最公平也最残酷的审判 所以这换句话说 今天中国时报社论 蓝白各打50大板 支持者在怒吼说 不要再拖下去了 再拖什么 杨敏 其实最近很多人就开玩笑 说这个蓝白拖 来打塔绿班蟑螂刚好 但是如果今天谈整合 越拖当然越不利 应该说 现在你看如果时间点 其实昨天的民众党 他们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叫10月底 也就是说 他说10月底前办2到3场的电视辩论 然后意思就是说11月比民调 然后就开整合 这是民众党的版本 国民党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没有要接受这个框架 但是10月底前这个论述 所以我说嘛 两个姓黄的 黄珊珊 黄建廷 再加一个金补充 再一个周渔修 双黄金周 我就剩两周啦 过两个礼拜 刚好就是10月底了嘛 双黄金周 你这个谈判如果没有进展 就是破局 就是破局 所以就是两周的时间 不是周杰伦说 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就是两周啦 所以这两周 我不认为有机会进入到 真正谈整合的 技术性的问题 很难 很难 一边在谈说 我们现在来谈理念吧 然后另外一边说 我们先来比民调 这个叫合各言而至 就两边其实是 在一个不同的平行时空 那不是说今天蓝或白 谁当老大比较重要 我相信大部分在 这个看我们节目的 尤其是支持 希望能够下架民进党 或政党轮替的 这些观众 最在乎的是 你们到底要不要合啦 就是啊 不管怎么合 你们就合给我看 其实不管现在什么民调 你不管他是清白的 还是清蓝的 还是清什么阵营的 只要今天做整合民调 都是压过民进党 对 目前没有一份例外 中时民调中心做的 也都是 基本上只要是尤其是 民众党内参也是 只要是侯科配 柯侯配 这一种的 只要是两人搭档 就整合型的 基本上都是 民调都会立刻逆转 把现在的局势改变 对 可是为什么两边没有办法 迈出这么一大步 一定有很多的困难 很困难 这绝对困难的 正因为困难 所以需要更大的民意支持 才能推得动 所以像现在 如果今天 你每一个政党 彼此都在想 啊我就要当大的啊 比如说像 如果今天侯友宇就说 哎我们现在 今天战斗兰团队 已经这个整队了 接下来 我这个 每个礼拜都有大型造势活动 我要跟我的县市首长合体 我的民调又会再冲高一波 我不知道 你国民党的支持者 已经期待他冲高几波了 但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残酷的是 现在侯友宜 在7月 这个7月以后 民调即便有回稳一些 但也一直都在25%以下 就是幅度增加的有限 就是一直没有超过 那个所谓 能够跟赖清德抗衡的 或说再也稳 稳作再也共主的这个基础 如果 刚刚委员说民调已经固化了 目前看来 对就是一个僵局 那就在就在这个 比如说民众党 如果是式化民调 他了不起就是24 国民党了不起就是24 25 都是这样 那只是偶尔高一点低一点 高一点低一点 没有意义 你这样脱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 大破大力的格局出现 才有可能把现在的民调僵局改变 那双方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目前认为还没有 还没有 两边都还没有放弃 这是柯那边 即便柯那边说 我们来比民调 那是因为他认为民调他会赢 那侯那边是说 我们现在不急着回应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不管怎么样 两边现在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打太极 那只是说像韩国瑜先生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韩国瑜先生 发的那篇文章很重要 他一直在强调格局跟高度 整合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 不是为了两个政党 是为了全民 每个人都在讲下架民进党 有人会这个下架讲到变下贱 就是都已经这个出口 都已经出来了 就是因为气啊 可是这种气 当今天你看到奈何蓝白双方 又不争气的时候 更气啊 那更气能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最后那个怨气是往蓝白阵营身上丢啊 最可怕就是如果没整合 又要操作气宝 然后呢两边又要互打 哇那不得了 民进党一一攻破 然后呢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最后还会变成怎么样 还会变成是互推战犯 然后呢我这边直接预言 到时候呢侯友宜就等着被罢免 就是这样 然后柯文哲你也别想过得好 然后呢民众党很有可能 民进党会第一个去拉拢民众党 为什么 因为如果民众党 民进党在国会没有过半 他会拉拢民众党 我分你一个立法院副院长好不好 我讲这个都是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局 就是如果在再也没有整合的状况下 都可能会这样发生 孤立国民党是民进党最重要的策略 让国民党消失在历史的灰尘当中 这是民进党终身毕生直至 那国民党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一次的机会 知道有一个下架民进党的氛围 去把他打败的话 我讲这个基本上我认为 国民党气数已尽 为什么 是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 对国民党没有好感 他们说没有啊侯友宜以前都还有 这个年轻人都还有 那这两个月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不见 民调不准啦 如果你连民调都不信的话 那就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这个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回到一个比较理性 相信现在多数民意支持政党问题的架构下 如果所有人愿意各退一步说 好我们来想一个方法来整合的话 才有解 否则 现阶段尤其是两边的那个 都派了 就是相对来讲对对方仇恨值 就是对方看到他就会生气了 比如说蓝营看到黄珊珊可能会生气 黄珊珊看到蓝营也生气 两边都会有火的 所以忠实才直接点这个名单 谈判名单就是想谈还是想拖嘛 所以啊 可是 这怎么样至少我说 如果朝我们用比较正面的角度来讲 至少两边 谈判代表已经推出来了 那有没有办法算到谈判桌 进入到什么实质谈判 目前都是问号 但是 我说了两个礼拜 就是两个礼拜内 你必须要有一定初步的答案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一次整合基本上就是破绝了 10月底前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这个整合基本上没得谈了 所以很快很快又会有结果 可是这些意见领袖们 或说政坛的这几个头人 准备好了没有 我觉得大家心里面 这个盘算 我相信这个不是说 突然就从零 可以马上跳到100的不是 要铺陈 所以比如说像 之前朱立伦主席说要这个气氛的堆叠 善意的堆叠 善意的堆叠 这个善意有没有办法堆叠到成功 都还不一定了 可是呢 现在如果突然 马上就要谈 然后呢直接硬碰硬 我相信最后可能是 两边都不会有好的这个气氛去谈 韩国瑜是有否认这个接副党主席的 他说再给他两天的时间 他思考一下该如何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他也提到了这一两天 他就会向朱主席报告是否接任副主席 也会在脸书上面 无缝的跟外界一起来报告 但是大家昨天在讨论的是那一句 他一讲出的京剧 然后我听到大家都笑出来了 在场的 他说背着石头唱歌吃力不讨好 他讲的是赵绍康 他说这样的一个义无反顾 是要来协助浮选战斗篮的 确实让他觉得很吃力不讨好 他也提到的是呢 其实这一次他去国外走走 发现大多数的声音 都还是对国民党 其实感到很失望 那很多人就开始 在额外去做解读了 我们等一下也会问林涛关羽 到底有没有这个 他之前就有问过副主席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就说 背着石头唱歌吃力不讨好 难道这个石头是朱立伦吗 凤卿姐 好 韩国瑜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我曾经有私底下就问他说 你哪有那么多金句这样子 他就说 当场想到了就说出来啦 他都是信口拈来的啊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愣了一下 我在想说 他在讲话的那个当下 他能够想这么多吗 他应该只是觉得吃力不讨好 所以他把他很多从小到大的一些邂逅语 常会在他临场发挥 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到了一个 我觉得匪夷所思 就是 用一个很小的事情 然后就努力去揣测对方 脑袋里头在想什么 这我都形容说 很多人都喜欢去当对方 脑子里头的蛔虫啊 那我就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蛔虫啊 我不认为韩国瑜是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韩国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呢 有关于副主席这一题 他的回答就不会是如此了 我们先来看 因为这件事情 也是让我很意外 这样子 我也觉得 当然我会觉得说 它是一件好事 如果处理的更好 会更好 处理的好一点会更好 我先说为什么是好事 不管是韩国瑜主动 或者是朱立仁这边示范出来的 就是他希望 那么至少目前看起来 韩国瑜并没有第一声就拒绝了 他并没有拒绝啊 他说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让我好好思考 因为他的原因是因为 我现在还在整合蓝白 万一说我这个有这个档子的话 好像我变成贤密而来 这样子我跟柯文哲的见面 是不是会让柯文哲觉得 好像我是有心人士 有目的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否认或拒绝 他是要告诉大家说 他现在如果越保持着中立的身份 对于这件事情的完成是越好的 韩国瑜是一个简单的人 是一个直率的人 不要把他想到那么复杂 他没那么多鬼心机好不好 那可是因为他第一时间没有否认我 其实是有坦白说我有点意外 他就说他没有拒绝接副主席这件事情 我有点意外 我虽然觉得 朱立伦跟韩国瑜的交情是还不错的 我不是说很好 但是大家记得四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朱立伦呢 他要参选总统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人在竞争的这个对手 他那时候其实就说韩国瑜如果出来的话 他就不选了 那民调结果他也就完全接受了 他没有在任何的狗狗地 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一点他跟韩国瑜之间 我觉得这一点信任还是有的 不敢说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欣赏 他们的个性一定不会相互欣赏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 无意把对方成为竞争者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怀疑 没有什么几个太阳 那么多一天到晚 大家都要当太阳 所以 可是朱立伦会想到要去 邀韩国瑜当副主席 我觉得合理 只是不在我所想象的 朱立伦可能会朝的方向 我意思是说 朱立伦可能 心里想的要整合的人里头 也许没有刻意去想 韩国瑜要担任什么样的职位 他会希望韩国瑜做很多的事 但他不会想到 给他什么样的职位 他可能不是朝这个方向去想的 那韩国瑜呢 不是一个真职位的人 所以也会让我觉得说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觉得接受是好的 我觉得至少他初步的判断 应该是如此 他才会说 让我再思考两天 表示他觉得 有接受的理由 跟不接受的理由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他如果接受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以消除外界很多的疑虑说 朱立伦是不是在防范韩国瑜 韩国瑜会不会 就很孤长无力 然后无力可回天 会不会如此 不需要这样子去思考 因为他们之间 有共同的方向 然后有共同的目标 没有竞争关系 朱立伦他今天又讲一个新的方向 那其实都被大家做成标题 就是说 他爆出来说 其实是韩国瑜在几个月前 受到一些旁边的朋友在拱啊 或是朋友向韩国瑜去建议 所以是由韩国瑜主动跟他提起说 是不是要来担任副主席的这个位子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在韩半的聊天室啊 这个讯息框里面去做询问 那韩国瑜只有说呢 针对这些新闻他都不回应啦 他这几天就会做出决定 那一样那个态度就是他几天后 会在他的脸书上面直接跟大家说明 可是因为朱立伦今天在形容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也说我当然乐意韩国瑜来协助党务啊 或是也非常欢迎韩国瑜担任统姑的角色 只是说现在又爆出这个消息 大家会觉得说有更多的这个很忧心忡忡的蓝眼支持者 说我们不要知道这些 我们只想知道说到底会不会 有的话就赶快全部人归队 然后一起往前冲 这个更重要啊 是沛选所以呢 我本来也要前面先这个玩耳一笑 不是因为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 韩市长他没有那么复杂 朱主席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因为媒体上给大家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回答了这些标题 那整件事情就是很简单 是什么 是大家想要赢 想要政党轮替 想要赶快把蓝白盒促成 所以你看如果以这个新闻脉 主席讲的是说韩市长主动跟他提 到底是提副主席这件事情 还是提蓝白盒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有点混为一谈 基本上8月的时候 韩市长他就应该有向朱主席表示说 其实蓝白盒 因为他跟柯市长过去在北农的期间 他也互动得很好 而且过程中都有联系 所以呢 他也愿意来贡献他的角色 如果在这个主张的话 其实上是很好的事情 从8月9月到10月 现在10月正踏入整个蓝白盒的深水的关键 这时候韩市长出来了 所以大家昨天看到说韩市长出来 而且在前一天 特别跟柯文哲市长见面 那就给大家一个希望 是蓝白盒不只有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黄金组合的对话 还有很多的线路跟所有党内的这些有能量的人 有谈的空间耶 我说白了 因为现在过去啦 大家讲说黄金组合 黄三三也是整个蓝白盒里面 台湾民众党比较属于鹰派的 这也必须要很直接的讲 那金老师过去对蓝白盒的想像 也不见得是跟大家都是完全百分之一致的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大家会去期待说 到底黄金组合说要讲 是会加速还是会减缓 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两天 不管是科办还是国民党的侯伴 其实对话非常快速的 两个小时就发信用稿 两个小时发信用稿 可是你必须要讲 其实越发信用稿 我们的支持者越焦虑 对 感觉好像讲话都很杀 感觉好像又更难合了 对 感觉讲话都很杀 而且大家都会谈条件 例如说三个方向六个层次 然后对面讲说三个主张 要先民调先辩论 两个底线 然后开始讲说 10月14号到10月18号 我下午的2点到5点讲抄袭 就是担心有任何一个漏洞 让别人做文章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伙伴跟科办 这是属于幕僚层级 针对 因为那一天后来约成是 10月14号的下午2点 拜托在浮华饭店 那这一场呢 主角都不会到 是幕僚到 双方的黄珊珊跟金老师会到 然后所有的幕僚在旁边说 要录影但不公开 好 很好 如果这个10月14号可以谈成 那当然是好事一桩 可是如果这个造成就是说 大家对蓝白盒又觉得delay 你又开始讲不清楚 然后大家发新闻稿又在攻击 我说真的 真的 支持者很焦虑 焦虑到一个爆炸 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 这些幕僚先谈 黄金组合先谈 可是 大家知道这次的主角是谁 柯文哲 朱立伦 跟侯友宜 这三个 还是有保持他们的很友好的关系 过去在讲说 他们的候选人 保持他们的默契 跟对话的管道 不会因为 这个黄金组合而影响到 第三 现在多一个很好的管道是 韩市长的管道 韩市长 我看 我希望他应该是 听说应该礼拜六 他也会出来造势 让我们的蓝资支持者 再度的归队 他说那是韩粉 他不会出席那一场 他不会出席那一场 OK 因为可能是我心里太希望 他出席了 就是说 韩市长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把 基本盘兜拢 那为什么我说 第三个韩市长 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当你兜拢了 当你民调的 这五个百分点 到十个百分点 你的基本盘站稳了 你是不是跟 柯市长在谈的过程中 你更有底气 更有你的基本盘 更有可能达成文耀的 筆案 所以我说 现在太多的讯息 太多的新闻稿 跟太多人 要彰显自己的角色 我不认为这是好事 我觉得 最万本归宗的 就是回到 三个候选人 加一 加一这就是韩市长 大家一起促成蓝白河 这才是大家觉得 希望看到的方向 各位特别提到了 就是在柯文哲这边 因为柯振营有在讲 他说辩论民调 也不是柯文哲发明的 那如果侯伴这边 觉得哪里不妥 其实也可以提出 其他的方式来 那在辩论的部分 我刚刚也特别提到 侯友宜也算是直求对决了 他说他不害怕辩论 他说他之前在选新北市长 也都辩论过 口才差不是重点 重点是很有诚意的 把事情讲出来 而且他甚至还直接下赞帖 他点名赖清德 如果你想要辩论 他现在就愿意接战 所以这边回过头来看 我刚刚有特别问上之歌 就是说 是不是侯科双方某种程度来讲 都有松动了 那现在对于比什么 好像也都没有踩得那么死了吧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大家都会喊价喊比较高 然后再慢慢进来之后 然后你不可能一开始 就讲自己的底线 你一开始真的 当然每个人都会说 这是我的底线 可是你就想嘛 你自己去谈判的时候 我们将心比心 你一开始提的就是说 是我的底线 就真的是我的底线 那你进去还谈什么 你不就被别人吃的死死的吗 所以我觉得谈判是这样子 当然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都会希望能够谈出 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结果 但是呢 要谈出来一定是 希望能够谈出 要么对自己相对有利 要么呢 对共识上面来说 对我自己单方面 至少不会不能接受的 这个版本嘛 所以我觉得呢 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讯号点是 就是本来说全部都要这个公开 让媒体拍 现在变成有争议的话 那我们有录影可以存证 那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大家静静退退的 是有能够交换意见 然后达到共识的空间的 所以这个辩论也一样啊 像我原本讲说呢 要不要办三场辩论 像这种我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常识喊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时间好像不太够 你要再办三场辩论 我从时间上面看起来 还是可能没有办法 可是 最后如果能够办议场 那或者说用证件发表的方式 然后让媒体来提问 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就是 谈判的时候会发生的 就是我们就好好一步一步来谈 那到底10月14号要谈什么呢 我自己有几个一个想法 第一个部分呢 谈判一定是由简单的开始谈 才谈到难的 那什么叫简单的呢 就是包含是 如果总统没有办法合的话 那蓝白还能怎么合 我觉得这个要最先讨论 因为 如果谈到后来总统可以合 那当然皆大欢喜 可是就算总统没办法合 一定蓝白再也也有整合的空间 所以可以讨论的 要先讨论完 比方说像有一些选区 可能国民党没有提名 那在这些选区里面 未来蓝白怎么合作 有些选区可能民众党没有提名 在这些选区里面 未来蓝白怎么合作 这个要先谈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讲到谈 我们谈这个 不希望被人家说是政治分赃嘛 所以里面跟主张很重要 那正好呢 柯文哲他有丢出一个内阁制 然后呢 我们也有在谈 所谓的联合内阁的概念 虽然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可是 要先确立 联合内阁的可能性跟共识 我们才有可能接下去谈说 那蓝白的总统怎么合嘛 那所谓的联合内阁在谈的时候 当然 我们就应该双方是不是有一些好的人选 我们可以提出来 未来如果 能够真的政党轮替 国会过半 那内阁里面有哪些优质的人选 是双方都觉得很棒的 那这些人才 我们谈好之后 不用每一个部会都有 但秀给大家看 因为你看喔 像民进党蔡英文好了 那很多人选了蔡英文嘛 选了蔡英文之后 没想到他们找的什么 找的陈吉仲 找的唐凤 找的王美花 都是一些让大家觉得很生气的官员 那如果说以一个内阁制的体制为案例 或是联合内阁来讲 是有一个影子内阁的概念在的话 那未来国防部长 未来内政部长 或者是说一些两岸外交的重要官员 我们有哪一些智库团体 他是未来可以去担任的 这不叫政治分赃 这叫做负上政治责任 因为过去都是选了一个总统之后 他要用谁根本不知道 你再反对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如果今天蓝白要谈 又有内阁制的想法 又有联合内阁想法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优秀的人选 不管你是蓝的是白的 那大家一起讨论出来几个清单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联合内阁的共识 而且未来如果我们蓝白能够整合成一组候选人的话 那我们的内阁会这么样子开一个名单 就像是不分区立委名单开得漂亮 民众会觉得愿意支持 如果影子内阁的名单漂亮的话 我认为人民也会支持 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理念跟共同的信念跟方向 先把这个谈好之后 我们再谈说 那是不是要比民调 然后时间 然后相关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容易的开始谈 刚刚讲最容易的就是 那不同的选区怎么合作 就算是最后蓝白总统没有合 这个部分仍然能够执行 再来就是联合内阁的部分怎么做 那最后才是说 那总统大选有没有整合的空间 分成三个阶段进行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 那有些评论员角度来看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暗黑看法 比如说张雨萱 他就说柯文哲虚晃一招 是假整合真气宝 如果柯文哲不做比民调这个动作 他就会相信柯文哲是真心要蓝白合 那郭正拉亮哥昨天是在爆挂现场 他说他发现现在两边都不是很积极的在谈结果 大家当然就很用力的在演蓝白合都想合 但事实上两边积极只在想这件事 就是到时候如果破局了这个责任 不要落在我们的身上 我这边还是请教巧心 也就是说当然这个讲起来是真的 听起来很刺耳 可是其实不管是郭正亮哥也好 或其实评论员雨萱 还有刚刚的上资哥也讲 就是他直接点破了 你蓝白不要耍花招 因为选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很容易看破手脚 所以其实为什么蓝白合在 这个10月中的时候 那突然的速度这么快 前面都指纹楼梯想 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那主要就是民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而且时间也快到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最后的期限期 就是10月底到11月初 那没有就是没有了 可是我觉得呢 就算最后没有谈成 至少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 比较容易的部分 那或许他仍然可以执行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呢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至少让民众看到 民众所期待的在野的讨论 他是有成功被进行的 那最后就算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至少我们没有辜负民众 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期待 甚至在有一些的议题战场上 甚至在未来 这个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的议题战场上面 是不是仍然有合作的空间 这些比较大规模的 比较长期的或短期的 其实都是我认为可以包含在 这一次的谈判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不觉得谈一次就会成功 可能可能要谈两次或三次 再慢慢慢慢 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成果 可是至少让民众会比较有感觉说 哇 蓝白河这个事情终于齿轮是转动起来了 不会像过去大家觉得说好像 听你们讲了这么久 到底有没有在做的那种焦虑感 那这个也有助于帮两个政党 帮整个在野党都推出大家自己的选情 好 那要进广告之前 我还是最后问巧心我们今天线上民调这一题 就是蓝白谈到蓝白河有更靠近一步吗 你目前的选项是你觉得会还是不会 我觉得会耶 因为不见得是最后就是说真的推出一组啦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是把这个目标设在 好就是谈出一组的话那当然不会 可是蓝白会谈它本来就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去谈 好所以说你有一个进展 两个进展三个进展它都是进展 大家不要把它想到我非得要 好只能一组人就是去去选才算是有谈成功 没有我觉得只要是能多谈几步 那我们都不要放弃 那以能整合为原则 但是能谈多少算多少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有进展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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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